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扎了你的关 那么下一场带来的是 哇啦啦战队对阵海尔兄弟 海尔兄弟虽然说 其实虽然说他现在战绩比较惨 但其实他们理论上是存在出现可能性 感觉大家好像都存在一点出现可能性 对 大家都存在 对 之前的战绩是 哇啦啦战队0比3输给了大虾饶命 夜狼战队3比0战胜了海尔兄弟 哇啦啦战队3比0又战胜了夜狼战队 大虾饶命3比1战胜了海尔兄弟 其实这样的话 我看看几分 现在对 现在你们队是两胜 然后五分是六分第一 然后我们是三胜 一胜三分第二 其实我们跟会长应该是倒过来一下 其实他们应该可能是 他们生活关系压制我们 应该是我们是第三那样的 现在变定第二嘛 但一会儿还看生活关系 好像海尔兄弟这场赢了的话 能不能有出现的机会 如果说他们是3比0赢的话 然后我们在0比3输给你们 然后的话 然后你们三个人就会进行一个循环赛 但是三个人进行一个循环赛 但是你看到 看到那个 那叫什么 海尔兄弟他之前输给你们 是有个一分的小分的 对吧 所以说的话他们会领先我们 我们好像是先看胜负关系 看不清的话就看小分 对这样的话 如果胜负关系跟小分同时相近呢 那就去比拼开包 对如果说他们3比0战胜了 哇啦啦 然后的话我们0比3再输给你们 那这样的话就是海尔兄弟出现 因为他们有一分的小分会领先于我 那这是扑着迷离 其实所以说谁都是有出现可能性吗 我之前还以为大家的卡组都组不出什么花样来 不会换职业的 没想到每一场都有人在换 但你们好像没换吧 没有我还比较诚实 然后我想去针对一下人家的鱼人 我花了800尘和两个杀手蟹 最后吃到了一只鱼 但确实起到效果 那如果说你没有那张杀手蟹的话 你们就疯了 但是我一费如果有一个普通的一费怪 好像也能够 那也可以 我总感觉赢了也有点亏 就是花了800尘嘛 对好心疼 我从上次开班就开始攒成 但你们赢了他至少花了800尘赢了一个小组的对手 你确定基本上能就是帮助你们固定你们出现的优势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值 我们还不知道接下来两组选手会不会再次换卡组 我感觉刚才两个人换的 一个是突然换了海盗战 然后一把跑了 一个是突然换了一套快功德 也是一把就跑掉了 但是我觉得不管哈尔兄弟怎么换 他们至少肯定还有鱼 鱼人萨是换不掉的 所以一个鱼人萨一个人一起最多换一条吧 肯定还有一条鱼 但他那个鱼人萨 我觉得如果不是特别针对的话 其实还是挺强的 我们来听一下对阵房的讨论 那我们再找第三套牌到底是发的 我觉得 你再看一看 他们没有大圈 有 我能看他打的一套好像可以 但是上脑不会手牌很多吧 那他神速能够牌 那套贼就是不可能 那套神速能够牌 那套贼 那套贼去了 好 我们定了 撒 撒 战略 手发战士 对吧 手发战士 手发战士 战士都没有 新疗得路易 还有树子 他现在没有职业通向 这才那个 有 前面 词 死 对啊 包括这些团队跟着一起去才行 干什么 没人挑战我们 我们看到其实我刚才看到囚图他们的卡组有一个猎人 猎人带了一张照明蛋 我还有点想不通他带照明蛋想去照谁 法师肯定是照不着了 那只可能照骑士或者是猎人 现在如果有人带骑士的话肯定会带水文学家 他一定能照到一个一费到命 但是除了他们我们小组在里是没有人带骑士的 对他可能怕别人针对他 而且如果有人想针对他的鱼人呢 可能猎人会带一个爆炸陷阱 他是从别人针对他考虑去反针对别人是吧 对他现在三套卡组已经把鱼人全都撤下了 我确实看到一个鱼都没有了 可能被吃出了心理阴影 他觉得确实吃到 吃到确实比较崩吧 一个一三四确实前期比较难处理 是的 那鱼人还不像海盗站 如果被吃了的话还能一刀砍回去 对 他鱼人只要吃了他场面让了先手之后 就基本上就搬不回来了 是的 那么就看会长那边 会不会专门想去针对 然后特别合了一个杀手线 我觉得你首先想合想针对 其实首先要有成对吧 对 四百成一只 对啊 四百一成一只未必有呀 就砸锅卖铁 然后全家老小都叠上去 终于合了一个结果没有吃到 还七手留的 确实你想你合了之后你还要抓到 然后抓到之后还要去正好能吃到 这边的话是 首发是萨满对正猎人 对正猎人 猎人 猎人还带了个小软 他不是猎人是一套骑士 他是把之前的那套鱼人鸡改装了一下 临时改装成了一套 就是把所有的 他居然还带了久违的麻风猪儒 他把所有的鱼换成了强烈的东西 对 全换成了一费的怪 但是他没有带叫嚣应该都没有开出来 叫嚣很便宜吧 叫嚣是白卡 是吧 四十钱 应该是没有开出来 不然叫嚣怎么也比麻风猪儒要厉害一点 那这儿的话上个他 如果能飞到就好了 飞到就赚了 飞不到的话就飞到吃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选手都没有开到大沈窝 因为要七百机密嘛 当时可能大家舍不得 但想想 现在想想其实还是蛮值的 想想很划算的 就算开一张城卡四百城 我也愿意要大沈窝 这就大把剑砍了吧 哎 砍得很舒服 下火的话就可以麻风猪 加上王者祝福 你别说这套还真有机会啊 有可能抢死对面 因为他们 在没有大沈窝的时候 他的AOE都挺卡手 他这样还且有些时候 我车是不愿意交闪电风暴盒 那让火山喷发的对吧 对 火山喷发是因为他不能解王语怪 对 这瓜抽的其实还不错 至少让他王语 但是他刮了以后 人家就可以王者祝福直接贴上去 那正好一个火山喷发全解 对 那没办法啊 螳螂不成黄雀在后 那就走脸吧 全走脸吧 走脸了 手里还有一把刀 这把刀直接砍脸 这让火山喷发完了以后 夏威夺他还有四倍 他火山喷 他受五血啊 对 喷完了以后他四倍五血 能干什么呢 他必须得再抽一个 墙或者是奶 而且过载了 但是其实比较尴尬是 对方是有墙 对方有三又五 同一道凉血去你吗 不是 圣光会避乎我 上了吧 上 是不是 是不是 我带两个 哈哈哈哈 燃不燃 燃 走 活得了吗 马云 马云 活得了吗 他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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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他赢了 我带他赢了 all in 没必要吧 一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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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领地 留个底 留个底 他万一还有火山暴发呢 他不会有两张吗 准备了 去你妈 滚回哪去 不能再等 嗯 好 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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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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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ease 方 打她往前 打她往前 Site 我们all in nice nice 哎 点错了 不过无所谓啊 来了啊 来了 然后现在我们 这个 这个 这个四方体力可以 就这左边三个阶场 但是还挺像 我说放 我不知道放这 放这 隔壁没有笑声了 哈哈 元素之力 会毁灭你 没死没死 查过没死 怎么死 怎么死 我想猜王者 全上吧 说不定还有个墙呢 看我们这行 经常发生例外 遵循万物的规则 暴雨 1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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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个送掉 这个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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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送掉就可以 送掉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呦 找第一道 哈哈 开尔 开尔军 下一个体验 确定 确定 我们是不是早把脚转了就好 对 其实我觉得 完全是 求大他们自己的原因吧 小软没有必要留在手里吧 对 你想你这时候已经是个进攻型了 对方踢武器的话 他捡几场就在掉血 对吧 没有必要去等着吃对方的武器 是不是 是的 早日让他去早赢了 这时候就用弹幕的话说 你早日小软早日留在手里 不知道干什么 生崽子吗 一个闻者伤心见者流泪的故事 而且 萨满基本上 最多最多两把 那个两飞的杖什么武器 全鱼 雷柱战斧和青鱼之爪 对 最多我觉得青鱼之爪 你上去吃个青鱼之爪 你赚什么吗 你 他拿刀砍的话 砍怪他就死了 对啊 砍怪就死了 没有必要去罚了 早日早赢了 那个算满 应该是没有877 他奶的话就只有第二个温泉首位 然后可能有一个锦鱼人 有可能都不带锦鱼人 你想四费的话 那袁素萨四费的卡位 应该是没有卡位去给金鱼人吧 对有可能 那真的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 看着着急 早晨早晕了 不过 可惜就差一些 而且其实他的 我看了一下他的骑士卡组 他的执伤 除了第二把大把剑之外没有了 还有一个马云 马云上去容易吃瓜呀 不然然后嘲讽防住你了 对不对 对对面 还是有很多办法处理这个马云的 对不过这方之前那个 神兽那个刮把那个五一刮的 确实也比较 比较赚 不然的话应该也不好打 这边的话 他会不会再给这个骑士一个势 就非要跑他 不会吧 不会硬着头皮吧 有点耿直 上了个猎人 这就是照明弹对 照明弹照任务呀 我信了 但是猎人这边后手起手还不错 对吧 一飞有个怪 然后二飞可以跳个三 有概率能抢死的对吧 那猎人的手牌其实比较差 一二一 不算天狐起手 但好歹还有怪出 对 那暂时那边其实就差一个实施鬼 斩杀 他两张斩杀其实前期基本上没有用 打猎人实在斩杀有点卡手 在任命上组伙伴怎么办 好 出猪 出猪就亏了 但他两个任务伴们在手里 出猪的话 其实要打几八学的呀 也还好 对吧 如果说出个四四 还特砍一刀实施鬼 有没有 没有 还带奥金斧 这要不要 要不要斩杀了算 我觉得他可能手里两张 就是太可意见的情况下 就直接斩了吧 因为叶人也没有什么大怪 最大的尸子斩了也不舒服 那这就继续动伴伴怎么样 再来个动伴伴 还是说飞刀加小的 我觉得他再来一个 动伴伴的话 虾会四倍 我有很多选择 会二加二或者三加一 这样的话虾会手里算 可能还有考虑 就是对方上四二六的话 这边可以杀落加一换掉吧 是 也有可能 这找个三一四 第二张斩杀也出了 一点都不卡手 可以 阿顿我爸出个猪 出个猪 奥金斧再砍一下 这个发生重点 那对方应该会挺五二七啊 五二七还真挺难做工具 只能用一咬弓砍一样 我砍了还要加四甲 砍了以后 这不太开心吧 他又只能上两个一一 好弱啊 这个场面 还可以暂时给狗 主要六费还断节奏了 他六费如果能神抽一个狮子 我觉得猎人还行 老虎也行 有那个五二五 五二五 金牛也是 对方的话 再抽个六费的生物有没有 五六费都行 石石鬼 石石鬼 石石鬼其实不是 石鬼钻吧 这套猎人是带了两个狮子 两个犀牛 还是挺厚的 土狼 那这块 要不然下个土狼 土狼射箭吗 总不能过了吧 诞生狗我觉得也不要放了 放了也没什么意 只能养成个四三对吧 对 就土狼 然后砍一刀射箭吧 确实比较惨 不过好在那个诞生中 人家提高兴 我砍了你啊 这就已经7费了 8费848 一出 就包括你下火抽狮子吧 人家都可以卖脸砍了 然后 这任务没必要挂了吧 先赚个钱吧 对 这样的话如果说你只能抽个狮子 我848 我砍了848 一脚 还挺舒服 对 他不会说不舍得砍这个土狼吗 这什么道理 如果你不砍人家抽个狮子 你就没有办法全清了呀 对吧 是的 他觉得下火我848要给你烧了 所以说我不想砍 可是对面如果薰兽是架起来的话 他也只能砍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死不了 还是砍了 那个22 猎人不会要依靠这个摩天巨像 生生提死这个没有斩杀的战士 这单身狗都放不出来 我觉得有点难 单身狗都放不出来 这个怎么办 上个232 杀戮射箭 我觉得要不然射箭过了算了 你这个232还有梦想给那个狗找出一个剧毒过个墙 剧毒过个墙是吧 对方应该会挂个任务吧 最后来个低费的墙 527426这种 这是什么 这个牛 那还是先把任务挂了 虽然做不完 但是挂着也是挂 至少主要是这回头出848很亏的吧 对 猎人能不能抽到一个大一点的罐 有点惨 那他这个时候出了两个小老虎 还不敢给那个小老虎进化 你说进化出个剧毒有什么用的 还不是放个狗算了 他要剧毒化的应该可以给狗进化吧 对 就看到没有出 没有剧毒的话就得交杀戮了 不出剧毒的话 好像还真没有 盛盾杀戮 好像还蛮强的 然后吃了个848 雪崩 那就848 猎人表示我用这个 这个960 看起来差不多大 对吧 两个斩杀都交惯了 是的 而且他不解的话 对面随时抽一个军兽师 就能吃到他这个48 但是他又解不了 这进化加三公布就完了 恐狼没什么用 进化吧 还是先进化 嗯 加一加一也行 加一加一也行 加三公式加一加一就行 有没有 恐狼没用 风怒也没有 风怒好像撞两下 我感觉还挺亏的 两下他最后剩的是两血 对啊 然后对面有一个怪的 有苦痛还换不掉 那也没什么用 风怒了以后也就是个六公 对面一刀就给砍了 嘲讽是本来就是本身就是嘲讽 要不拿两个网语 可是网语的话 他解不了848那么小 还是得看 会 你说这时候留个放狗 还有用 是的 那就一波全下了吧 你说对面如果真的有AOE 你靠这两个小狼鼠翻盘也是不能的 那上面的话可以打鱼死网坡 如果又或者是打乱斗 直接打乱斗也行 这苦痛其实可以 可以凑后面的嘛 凑后面的一一嘛 其实可以鱼死网坡 然后苦痛蹭老虎 然后武器砍了 对孔狼 然后上个536 因为猎人这种场面 一般是一个旋风斩就能搞定 也不是很需要鱼死网坡来补伤害 如果直接乱斗的话 这个苦痛过不到牌路 如果给对面留下这个风怒砍一刀 也还挺伤 我们来听一下会长这边的讨论 就不要 那那我们普通司可以多做 先鱼死往后吧 先鱼死往后吧 对啊先鱼死往后吧 我想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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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雌死鬼 雌死鬼 那你找人宝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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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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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我 这还有机会 狮子 来了 下方设计师 他鬼抽 哎 这个厉害了 先过牌 先过牌 先用这个 两倍 一倍的 哈哈 哈哈 十四鬼 十四鬼 然后这个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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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尔兄弟 哈哈 哈 海尔兄弟 真的是抱歉了 谢谢 巨大的 季正魏 那是 不用这玩意 他"? 不需要玩意 他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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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呃 撞一下 用这个撞了 然后用这个撞 然后再过牌 直接再撞一个过牌 或者4加12 算了 就直接过吧 直接过 因为可以叫杀了 上墙的话 打得好 哈哈哈哈 我们故意带的 故意带的 我都不知道什么东西 换两只奥金服 最后谁点的 我点的 你点的 不管了 赢了就行 对 不 我们这个是针对他这个奥金服 带牌有失效 非常好 这是 这是一个灵性的故意 主要是 没牌 打没牌的还行 哈哈哈哈 我们听到 哇啦啦战队那边传出震震的汪汪大笑 我们听到 哇啦啦战队那边传出震震的汪汪大笑 对 他们觉得 他们比较稳了嘛 但是海尔的兄弟好像连动都不想再动了 送分兄弟 这样的话 一个人送 他送每个人都0比3的话 可能没有有什么区别呢 那我们亏了呀 你们是1比3 所以说如果说会长他们是3比0 赢了他们的话 如果说我们3比0赢了你们 我们就被淘汰了 对 因为你们打 送分兄弟多了一个1分 是吧 多给他们拿了1分 是吧 那我希望他们能加加油 至少把这1分追回来 那可以 让我心里平衡一点 毕竟我是付出了800成的 可以 那希望送分兄弟加油 对吧 让他就算输也是个1比3输 对吧 会长这边还剩下一套 名将三官任务贼的猎人 他有没有可能被海尔兄弟三官呢 讲道理不太可能 有点难 这个猎人被打不过骑士 如果前期没铺上没铺过骑士 然后打猎人又内战又输了 然后还还剩一个小德 真有可能被三官 但是他这套猎人不光带了双飞刀放狗 双飞刀双放狗 他还带了一位的 基本上所有追踪 他在银色视频就带了 他就打前期是吧 对 那看来比较难啊 上了个骑士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小德打他优势更大一点 小德要糊 因为小德其实他的一费生物比较多嘛 骑士其实一费的话偏少 骑士一费的话只有121冲锋 对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小德的机会更大一点 其实他这套骑士也没有奉献 没有什么反场的机会 他没有反场 我觉得这套骑士就是 没有任何反场能力的猎人 其实他这还不如带 一费那张121还不如带个圣灯人 圣灯人很强的 对啊 还不如带银色侍从 他没带吗 他没有 他带了 带了带了带了 应该是带了 他有麻风注 一费的大哥都带了 缺个叫嚣 是 要不要上两个呢 那如果说他留的话就是想有着配合飞刀吧 飞他 是不是 对 而且他上一个1的话 对面21也是要跟他换掉的 那21去吃21 看起来好像没那么亏 21吃21他会贴盾的还是说直接上飞刀呢 对方上了个1 上个土牢换掉了 他怕贴盾的话 正好被吐掉就亏了 对 但其实如果拼一下没有被吐到 他好像 两个打人家一个还是有优势的 对 那这样的话就 基本上 只能裸一个 你可以裸哪个 要不裸小软吧 裸小软就堵我练势了 拼对面没有刀 对 也可以 那还是 要不裸我贴膜 要不裸生的人也可以 我觉得这个膜贴不出去 看一会他四费贴给爆兵也行啊 也还行 那裸一个小软 四费可能要踢大宝剑 贴膜都要贴出去的一贴 你想 基本上只在依照阴脚功 你很难 有可能 对 土狼 一费的 那这土狼可以大宝剑砍掉 倒是还无所谓 如果局势带了奉献 我觉得他还是 有机会 有机会 但他没有弹 这个一个快攻击骑士 如果前期被压着打的话 他就没什么反抗 而且没抢到血 比你血没抢到的 他不被对面压死 就已经很努力了 不过 会长他们是不知道 下面没有风险的 他们是不知道 他知道职业 但是不知道 他会防一下 因为如果知道没有风险 这里肯定就 飞刀 然后上两个 那这样的话就进化一下 要不上飞刀 然后去赌进化给呢 一一那个东西给个嘲讽 要不那就先进化 给嘲讽就再上飞刀 这是什么 加三生命值 圣盾 加生命 跟磨免 磨免肯定是不考虑 那还是圣盾吧 加三生命值也行 加三生命值好一点吧 他可以吃怪吗 也可以 肥刀扔上去吧 让他砍吧 对 要不然砍野兽 要不然砍肥刀 对啊 其实这个四血的森林狼 也是非常恐怖的 对 如果说你打风险的话 假设你带了风险 你打风险的话 你也得砍在我森林狼上面 你还是把先手让给我了 对 对 森林狼现在就是一个被困拐了的雷尾 大宝剑 砍谁呢 砍飞刀 然后保自己的怪 但是他要上一次适从 然后摇报告 贴着膜 贴着报告 我感觉这把从双方的手牌来看 他二飞不贴膜 他一下没有飞中 好像是怎么都没有机会了 有个从结果来看 就是只有说能找到 让他帮他挽回一点烈士的话 只有在贴膜的一下 能帮他找回是吧 对 但是他准备没想到对面这么顺 这雷尤克不错 两个雷尤克的战场 直接走脸虾和狮子 这个骑士不光没有AOE 也没有撑管 你说这几个风险还真有机会是吧 对 谁的痘就不出去 救也救不了 这个吃一个 解一个雷尤克 解谁呢 解森丁郎还是解俩小的 还是解森丁郎吧 不然他解俩小的 被对面两个一吃 剩两个一血了 他又看着难受 好 那这边的话就换了换了上个狮子走脸 其实要你要更稳他就全解了 不稳的话就全换了全全换了剩个三个 对不解 还有个五一圣灯人还不错 神兽还用不出去 他带神兽他确实在打 只有在打那个任务战的时候是用不出去的 对 其他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用不去 如果他满的话也可能用不出去 但这个猎人肯定是用不出去的 嗯 他这个神兽一般是打慢速的卡组才有用 但是他本身打慢速卡组的能力非常的差 只要被 只要前期你的 任务打上面确实是唯一的机会对吧 对 很可惜也就差一血 可能就是差的那一血影响了人家的心情和运势 这里强行只能生过一张牌了吧 强购 强购但是过了一个两费的 那过什么呢 他觉得干妈妈兵 可是这回合不过 下回合可能那牌都过不出来 他是不是刀伏笔了 嗯 提刀的话 那个能多一根 那些铁丝我们就没有什么影响 谢谢张 这你给你獵人说 我给你 我给你四个机会 四个回合机会对吧 你又能带我喝 你这盒都可以打放狗 可以可以这个上半带的还不错 浅胜浅 还是安格洛吧 安格洛 我们也是恭喜巴拉拉战队用3比0拿下一局 他们开局0-3现在成了小分最高的选手 对 而且 基本上除非说真的出现我们3比0你的情况 就算我们3比0你也是他禁忌吧 对 那怎么样他们才会被淘汰呢 他们 好像不可能了吧 好像不会被淘汰了 就是他们是稳定晋级了 对 是的 他们现在是一个0-3两个3比0 如果说我们打两个3比0 那是你们淘汰 那你赢了我3比0的话是你们两个晋级 对 如果说我是3比1赢了你的话 就是我们如果我们输的肯定是他们晋级嘛 肯定是你们晋级 看他们开包吧 一会再考虑这个问题 他们 应该还是会选择10包的安哥路 对 因为毕竟出城的概率高嘛 大家肯定是优先去尿城 但是 没带交友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先改回去吧 没事没事 不会忘了 下一次打早了 啊 搞定搞定搞定 还有进军军决赛的机会 嗯 嗯 13比0以前 基本上我们也没亏几包 嗯 嗯 那就是输的3比0 总共近胜还是开了20包够了 对 没有人能开20包 哦不对 白泽他们是3比1赢吧 3比1 8包 啊 8次 1818 他多他们多 开包开包 开包开包 哈哈哈 开回来先 先卡了 这个可以是什么 卡丁摩斯我们还能吃 哦不对我们是上运 我们是上运 进射全周 呃法师不太可以 我稀有 白稀有 稀有 我来个死的就卡丁摩斯 这个标游戏 来个死的 哎 哎 哇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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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哈哈哈 哎呀交由射王也是成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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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們很強 730算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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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走了 走 走 走 收工 接下来还应该是胜最后一场的比赛 对 会不会下面的比赛应该是不是我们俩对谁赢谁晋级啊 对 就应该是他们稳定晋级 我们俩谁赢谁晋级是吧 应该是这样 那就加油吧 会算了有点乱了 对 因为如果说再去算算小分的话好像算不过来了 只算社会关系的话应该是我们俩谁优谁晋级吧 嗯 好像是 不过一会问问他们的工作人员吧 嗯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再回来